我自己在美信住的時候 就是拜偶像的 拜偶像就好像那個Cony 那天我們服侍那個 他就明白我明白他的情境 令到他很無助 是找求助 我就想起我自己的情況 那一刻就拜偶像 因為我沒有辦法 我跟媽媽和爸爸 就是從小到大 爸爸已經是帶我來信偶像 然後你不會認識神 然後就在這個經歷裏面 令到我相同的感受 我說怎樣去幫助他 脫裂這個黑暗的勢力 那一刻我就在靠神 為他祈禱 就走出最大一步 我自己見證著 我拜偶像 原來沒有平安 那一刻我不是沒有錢 我自己對我來說不是 香港不是很多 但對我不是印尼華僑 印尼華僑 我會覺得我現在擁有的 已經我覺得是足夠的 而且對我來說 這麼大的女孩 是第一個統監我 挺開心的 是很虛心的 怎樣虛心呢 是我覺得沒事了 我得了我要追求的東西 但是這樣啊 奇怪 我身邊就不開心 身邊覺得 因為我有這些 我買到的東西 都是覺得是差一點的 我差了些什麼 我在問我差了些什麼 那好了 我回到靠狀那裡 越白越沒有方向 那我又要回來 我就開始這樣 然後有幾年之後 我又好像病了 病了 我都進了醫院 這些給我一個很大的經歷 你去到醫院 你是有錢 但是這裡依然沒有人探你 那個你會有什麼感受呢 你會覺得 什麼感受呢 原來你 因為生活在世上 只是 哎呀 繞個圈 然後回去 那一刻 都不會死的 你又不會 用許多 就是 微創那些 就是 想著 這次都是死的了 但是 沒有人想的 都是害怕的嘛 都是所以 回去 就是 人家說 鬼魂關啊 出來了啊 然後才領受 反思的自己 會覺得 疲怕 為什麼人和人之間要這樣呢 為什麼 不要好好相處啊 反思很多 還有 很珍惜 每一天 每一天 我從這裡就開始 我自己的人生 就開始了 那好了 我出院了 出院我就認識 個朋友 原來讀書十幾年 要經過 台灣那個朋友 都是我們一個同鄉來的 那同鄉裡面 很奇怪啊 十幾年分開 來到香港 見不到啊 透過一個朋友 有時候神呢 有他的時間 真的有他的時間 當你真的很無助 你沒有出路的時候 呃 是求 即是偶像 都沒有用的 是真的沒有用 接著我就開始 蒙蔽就開始了 那個 打開了自己 我問神 這個世界 有沒有創作 慢慢的神 有沒有最大那個啊 我想問最大那個 要真要活的神啊 從那天開始 我都不認識這個神 一直以來 他沒有離開過我們 就是我經歷很困難 我甚至乎 想自殺的 因為我覺得 家裡的人 絕對要錢 要錢 我公認 我公認 結果我基本 我是有錢啊 但是我都覺得 是傷心啊 沒有人關心我 那 那 我在家裡 長大 都不是 那麼 即是沒有命外 沒有命外 沒有命外 但是神給了我 我沒有愛 神給了我愛 神給了我 我很滿足 而且我經歷神 第一次 我要和朋友 約會 一起禮拜 有人三天 有三天 我們來吃 吃東西 那時候 有些佛教 佛教 沒有所謂 大家尊重大家的信仰 不要跟我做朋友 不是那麼好的 我感恩 就在這裏 我認識了朋友 我說好 我跟你去 去了 跟他一起去逛街 我喜歡買東西 逛街 那 我 就在那一刻 我在去教會 和那個經歷 教會的坐在那裡 我聽詩歌 我很開心 因為我小時候 都很喜歡唱歌 大師的那些世界歌 但是聽我的詩歌 是給我一個平安 是真的給我一個平安 那一刻都沒有怎樣 認識神 最奇怪的 那一刻人家 呼召了 叫缺姿 啊 那我 不知道為什麼 那一刻是很願意走上去的 因為你會聽到 敬拜讚美 你知道我教會是 一輪村 星期主日 就說 我很開心 然後 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心 突然間 可以上自己 突然間 真的好像 走上去 那時候是很渴望 想說 你教我啊 你教我啊 即是覺得 被捆綁裡面 黑暗裡面 出不來 是覺得 沒有人可以搞到自己 那我就會聽到 詩歌 舒緩 我覺得是平安 得到釋放 那我就走到裡面 突然間好像 很奇怪 就是 一個機器 按了每一個耳 好像按了一個按鈕 就從歌人開始看到 哎 很奇怪 我又不明白 我覺得 這些是很奇妙 在我身上發生 到現在 今天是慢慢成長 學習成長 好帥 rutin 謝謝你 謝謝 GLOS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